輕輕一推 它就可以吸收到皮膚裡面 真的很清爽 這樣子你的皺紋就可以 一天一天的消失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平常我都怎麼保養我的皮膚 真的非常簡單 馬上來看睡前我都怎麼保養的吧 對我來說 清潔是最重要的一步 所以一定要挑選一個適合自己的洗面乳 可能很多人都會忽視這個步驟 洗點洗錯了 後續再用什麼保養品 皮膚都不會變好 我自己很喜歡的是這個黑泥洗面乳 它是一個白天跟晚上都很適合的產品 它擠出來是像這樣 真的是泥狀的 首先保持面部全乾 然後再像泥狀面膜那樣 塗抹在臉上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輕輕的按摩這樣子 讓它能夠完全吸收在臉上 另外你也可以把臉上沾濕 當成一般的洗面乳來做使用 它其實是一個乾濕都可以使用的產品 非常方便 好 那這樣子都按摩完畢 臉部都吸收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沖水 感覺毛孔都清潔乾淨了 現在就可以開始使用保養品囉 接下來的保養步驟也非常簡單 大家只要記得 越水裝的東西越先用就對啦 簡單的在臉上噴幾下 用手輕輕拍臉頰 讓那個保養水可以滲透到皮膚裡面 我覺得它這種噴霧設計很好用 你不會倒的到處落實 很方便使用 接下來這一罐是美白加保濕的雙效精華 它的質地是這樣子的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它其實不會太稠 如果是像我一樣 你也想要保持皮膚是那種透亮感的話 可以跟我一起使用這一罐精華 用在臉上 然後稍微的按摩一下 那因為這個精華它含有維他命C 所以它能夠讓我們的皮膚保持那樣的透亮感 好 那我們現在全部都抹在臉上之後 往同一個方向按摩 你也可以從臉的地方往額頭上面 這樣子帶往太陽穴 拉提你的臉 這樣子你的皺紋就可以一天一天的消失 最後一個步驟 亮白保濕乳液 那這次一樣也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很清爽的質地 輕輕一推 它就可以吸收到皮膚裡面 我們做了補水保水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步驟就是 鎖水拉 塗抹乳液在你的臉上 順時針 讓那個水分能夠鎖在皮膚裡面 達到保濕的效果 你看這個質地這麼水 真的很清爽 有時候我洗完臉懶惰啊 也會單擦這一瓶 不過如果大家想要有好的膚質 一定要記得前面的保養步驟還是要做的確實 這樣才可以擁有好的膚質喔 以上簡單的四步驟 就是我一般夜間保養的程序 看起來還不錯吧 我覺得在購買保養品的時候 根據你的膚質狀況還有需求去做選擇 才是最重要的 像我不喜歡使用太厚重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使用的保養品都是很輕盈的質地 然後不要怕麻煩 你有付出多少你就會獲得多少 那祝大家晚安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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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師可以 DO 怕 劉 姜 噓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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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